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传播农业科技经营知识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你好观众朋友 很高兴和您相约在农广天地 我是曾璐 河北省围场满足蒙古族自治县 是国家级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 马铃薯是其中重要的蔬菜品种 也是这里的支柱产业 我们的设置组走进围场的时候 正好赶上收获季节 下面就请跟随我们的镜头 一起领略坝上的风光 感受丰收的喜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从北京出发 走京城高速 一路向北 行驶350多公里 我们从农田到餐桌设置组 进入了河北省的围场满足蒙古族自治县境内 围场满足蒙古族自治县 位于河北省最北部 是河北省成德市下辖的一个县 也是河北省境内占地面积最大的一个县 据围场宪制记载 在清朝康熙年间 康熙皇帝初旬到此 见这里环境优美 树多林密 牧草茂盛盛 于是便把这里定为皇家围场打猎的地方 从此 围场这个名字便流传了下来 科学重养 放心吃喝 农产品质量安全 从农田到餐桌 现在我们从农田到餐桌设置组 正行走在河北围场满足蒙古族自治县境内 我一来到这里就发现这里有很多很多的山 而且每座山上都有很多的树林 在我的身旁还有一些应该是刚刚收获完土豆的农田 因为我身旁散落了许多还没有来得及运走的这个土豆秧子 那么听当地的人说 虽然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的土豆已经基本收获完成了 但是只要我们往坝上走 就应该还有正在收获的土豆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要到那里去看看 由于围场县地处大兴安岭渔脉与内蒙古高原和阉山渔脉的交汇处 所以在它的境内有坝上地区的说法 坝上作为一个地理名词 意思是草原陡然升高而形成的地带 现如今河北张家口以北100公里处到成德以北100公里处之间的地带 统称为坝上地区 我们的设置族一行来到了围场坝上地区 种植马铃薯规模最大的一个乡镇 遇到口香 并找到了一片正在采收马铃薯的田地 你看那边 远远的全都是人 他们应该在地里捡土豆 走 我们过去看一看 每年秋季 中秋前后 就到了坝上地区采挖马铃薯的时节 农田里到处都能看到人们正忙着采收马铃薯 我们来的这段时间是中秋前夕 正好也是围场坝上地区的人们 大规模采挖马铃薯的季节 你看啊 这土豆已经挖好了 而且那边都已经装袋了 你们好 大姐 你们好 那个 您这是在捡土豆啊 对 嗯 这个是机器还是人工的 我刚刚看那边有拖拉机 这是用机器挖的 比以前我们用人工吧 省事多了 快多了 您捡进去就可以了 是 嗯 那这是您家的地吗 不是 我们来给王老板打工的 哦 那他在哪呢 王老板在地层那边 哦 大地球衣那个就是 那行 那你们忙吧 我先走了 谢谢您 为了保证马铃薯的品质 减少冻害的发生 这里的马铃薯 必须在双冻之前采收完 每逢这个时候 他们这里都会有大批的农民 来这里做零工 而每人每天150元的工钱 也极大的吸引了周边村子里 农闲下来的人们 按照指引 我们找到了王老板 并且有幸遇到了 围场马铃薯研究所的 丁明亚所长 我们遇到的丁明亚所长 在马铃薯研究领域 一干就是30多年 可以说 对于围场马铃薯的种植情况 算是非常了解 听丁所长说 近些年 随着围场马铃薯 在周边市场上的份额 不断扩大 市场价格也开始进一步好转 越来越多的人们 开始增大马铃薯的种植面积 这土豆这么大哥 是啊 这大大有多少斤啊 三斤多 三斤多 哎呦 是挺沉的 我刚刚走过来 我觉得您这个地方特别大 您这是种了多少亩啊 一千多亩 一千多亩 这么多呢 它这种的还不算多的 多的还有种两千多亩的 在聊天的过程中 我们了解到 围场马铃薯的种植历史 非常悠久 自这里成为清朝的皇家猎场 那时起 马铃薯 并由当时的皇室人员 带到这里种植 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 再加上长期以来 这里的农民和技术人员 积累下了丰富的种植经验 而且这里的马铃薯 个大 口感面 外观好看 所以备受推崇 并且在2009年 围场马铃薯 成为了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保护范围 在整个围场县境内 从产地环境 土壤条件 到选用优质健康的种植 再通过科学的种植 和安全的生产管理 最后经过检测合格后 进入市场销售 围场县马铃薯之所以 以优质 无公害文明全国 除了悠久的种植历史 新技术的运用 更是离不开 当前产业发展的新举措 马铃薯是低温耐寒的农作物 不适应比较高的气温 而围场县比较高的纬度和海拔 造就了这里一年四季冷凉的气候 为马铃薯的生长 提供了一个比较适宜的自然环境 再加上这里的大田农作物 只能一年一作 冬季零下三十多摄氏度的低温 有助于杀死地里的病菌 进一步为马铃薯的生长 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条件 土壤作为马铃薯生长和发育的基础 对马铃薯的生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再加上这里的马铃薯 薯块的蓬打期 主要集中在每年的七八月份 这段时间 当地的日均温差 可以达到十二摄氏度左右 而壤土和沙壤土 自身吸热块 散热也快 容易形成明显的温差 因此非常有利于马铃薯薯块内 营养物质的积累 丁所长告诉我们 尽管这里的环境非常适合马铃薯种植 可一旦种植连续在田间种植几年以后 就会出现种性退化 涨势衰退 引发病害 产量下降的现象 这主要是因为 在种植过程中 不同的传染性病毒病 对种植造成了侵染 之后 经过快精的无性繁殖 世代传递 危害也逐年加重 最终失去种用价值 因此 为了进一步做好种源方面的把控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在农业部的指导下 当地便建立了国家级种植基地 开始为当地 以及经经济等周边地区 提供优质的脱毒种植 脱毒种植 就是通过精尖脱毒技术 去掉原来薯块中所带的病毒 从而获得没有病毒的健康种苗 之后 再进行 寄带扩繁 从而得到更多的健康种鼠 以供生产上的应用 由于脱毒技术 把种鼠体内的病毒清理了出去 使种鼠达到了健康的状态 所以在整个生长过程中 马铃薯的各项生理机能 比较旺盛 增强了种鼠本身的抗病能力 但是想要进一步保证 马铃薯商品鼠的品质和安全 种植过程中也要科学进行 丁所长 我从那边捡过来一个土豆 我发现这上面有绿头 我在市场上也买过这种 这种口感吃着不好 就是感觉麻麻的 这是为什么呀 这是马铃薯这个青头现象 主要是这个马铃薯 见到阳光以后 产生这种发率 这种发率的东西叫龙葵素 龙葵素又称马铃薯毒素 吃到嘴里会有一种发麻的感觉 丁所长说 一般人体摄入极少量的龙葵素 不会对人体造成明显的伤害 但是如果一次吃25克 已经全都变轻 或者发芽的马铃薯 人体就很有可能出现明显的不适应 甚至中毒 丁所长说 要想减少马铃薯青头现象的发生 除去在筑藏时要避光之外 种植过程中也要因地质疑 科学进行 这主要是原因 就是在栽培的过程中 栽培的龙比较小 培土比较浅 遇着阳光照射而形成的 为了改变 改善这种情况 我们在种植的过程中 就是加大了 龙和龙之间的距离 使这个龙之间 能有土来培到这个马铃薯这一条龙 丁所长说 大龙双行高培土技术 可以让更多的土 把地里的马铃薯覆盖住 避免了阳光的直接照射 在一定程度上 减少了马铃薯青头现象的发生 有助于增强马铃薯的品质 而且比较大的栽培龙 还可以增加马铃薯的田间通风透光度 促进光合作用的进行 有助于马铃薯的生长 然而长期以来 尽管它们不断地改进种植技术 但是在马铃薯的生长过程中 青头现象还是会偶有发生 为了进一步探寻这里的马铃薯种植情况 丁所长带我们来到了一片 还没有收获的马铃薯地里 听丁所长说 为了进一步确保 这里的马铃薯 符合国家质检总局 关于围厂马铃薯 质量技术控制规范中的标准 在卖之前 都要拿到检测中心 进行质量检测 合格后才能销售 尽管这片地里的马铃薯 已经抽检过了 但是我们很想去看看 是怎么检测马铃薯的 在丁所长的带领下 我们来到了围厂县的 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 这里主要是检测 马铃薯中的农药残留 是否超过标准 检测完毕后 我们得到了一个树植图 只要有这张树植图 检测人员就可以知道 刚刚检测的马铃薯 是否合格 那我看 我的这个土豆的这个结果 它这个比较平稳 基本上没有什么波风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 我的这个土豆没有什么农药残留呢 对 不起眼的小土豆 能在围厂县做出大文章 离不开科学 规范安全的生产措施 只有让越来越多的 放心农产品走向市场 才能更加推动 当地农业的长远发展 马铃薯作为围厂的特产 来到这里 少不得了解一下 当地的土豆美食 我们找到一家农家饭店 打算品尝一下这里的土豆宴 厨师李师傅 先带我们来到了他们的厨房 这么多种类啊 这个我认识 这个是蒸土豆吧 对 我们当地叫 枯山药 枯山药 对 哎呦 这个真的特别好 这已经开花了 看起来好杀好杀 一定特别的好吃 当然特别好吃 又杀又面的 是吧 李师傅告诉我们 近年来围厂马铃薯的市场越来越好 土豆宴也越来越受人们的欢迎 很多餐馆饭店都把土豆宴 当作自己的特色饭菜来推广 土豆大概能做出来多少种菜肴呢 土豆菜肴大概得上百种吧 上百种 对上百种 李师傅说 土豆不仅可以单独成菜 也可以和其他蔬菜搭配出更多精美菜肴 而且它的深加工产品 薯条和粉条 也是人们喜爱的食品 李师傅说 炒淀粉是最为少见 也是最能考验厨师手艺的一道菜肴 制作时 要用浓度为50%的淀粉溶液 倒入八成热的油中进行烹炸 当锅里的淀粉呈现淡黄色时 就可以出锅了 这个真的是非常的神奇 我没想到这个淀粉还能够做成菜 而且它就像一个半透明的饼一样 并且筷子摁在上面的感觉 就像在海面上一样 非常的有弹性 炒淀粉做好了 一桌丰盛的土豆宴也摆上了餐桌 等待我们的品尝 我觉得这个非常的软 非常的糯 而且非常的有嚼劲 可以说三百多年的种植历史 让围长马铃薯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都是当地人的主要食物来源 很多当地人也因此都与马铃薯 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感 大自然的赋予这里一个种植土豆的非常好的一个自然条件 而这里的人们用它的勤劳和智慧把它做成了一个产业 而厨师们运用自己的聪明和厨艺 把土豆以及这些深加工产品做成了一道道美味 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 马铃薯在围长不仅成为了当地人致富的法宝 新建起来的淀粉粉条以及薯条深加工企业 也极大的缓解了当地人的就业问题 普普通通的马铃薯不仅改变了当地的产业格局 也为人们带去了新的梦想 告别丁所长 我们的设置组继续在围长县的行程 当地向导告诉我们 这里有一位80后的年轻人 做起了一件之前当地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 临下木耳栽培 为此我们的设置组打算前去拜访一下 按照向导的指引 一路寻找 我们来到了围长县赛汉坝国家森林公园 你看周围这环境 全是这种大片大片的树林 而且都很高涨的 很茂盛 我感觉这应该是松树吧 走在这个大森林里面 感觉跟大自然非常的亲近 而且这里面很安静 还很清新这种空气 不过这木耳 该不会就长在森林里面吧 咱们往里面找找看 听当地人讲 赛汉坝是蒙语 意思是美丽的高陵 这里不仅有成片的松树林景观 山间流淌的溪水 也给原本寂静的明海 增添了几分灵动的气韵 而这潺潺的溪水 不仅孕育出了赛汉坝林场的勃勃生机 更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沉醉在他的景色当中 自1962年 由国家林业部建厂以来 赛汉坝林场的工人 便发扬勤俭建厂 艰苦创业的精神 将昔日的赛外荒原 建成了百万亩林海 在2012年 这片林场还被国家林业局授予了 全国森林经营样板基地的称号 当地的林场风貌 为林下栽培木耳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而这位赶于创新的年轻人就是孙海龙 下面我们就跟随孙海龙走进森林深处 去了解他的木耳种植产业 咱们的木耳是在哪种植的 就在后边这些林子 哦果然是在森林里 你能带我去看一下吗 跟随孙海龙越往森林深处走 感到里面的空气越是清新 孙海龙说 虽然他从事木耳栽培 只有四年多的时间 但是做自己的事业 是他在高中时期就有的梦想 四年前 原本已经在北京定居的他 毅然离开了那座生活了十多年的现代化城市 怀揣着梦想和辛苦十多年攒下的积蓄 在围厂林业部门的批准下 回乡搞起了林下木耳栽培 尽管当时他的做法并没有得到家里人的支持 但是作为这里第一个林下栽培木耳的人 名声却不静而走 苏大哥 这就是咱们一个木耳基地了吧 这是我们山上基地中其中的一片 哦 我看这木耳长是不太好 你看有的都没有了 其实我们大规模已经摘完了 对 已经大规模摘了三次了 现在有些小的 当时没摘的 现在还在长 这些摘完就下山了 已经是一个收尾阶段了 孙海龙告诉我们 我们来的这段时间恰逢秋季 天气已经开始渐渐变得冷凉 木耳的生长也逐渐进入停止阶段 虽然森林中泛黄的野草 多多少少带来一些荒凉的感觉 但眼前一个个长满木耳的菌蚌 矗立在大片的森林当中 俨然像一簇簇黑色的精灵 散发着勃勃生机 木耳子尸体 是一生长在湿润 凉爽 散射光照射的地方 最理想的生长温度 在15到32摄氏度之间 孙师傅说 由于这片林场都是人工林 力度不是很大 树林间的遮挡 让这里的散射光照非常充足 为木耳的生长提供了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因此 这里出产的木耳 色泽深黑 迈向很好 孙海龙说 由于塞罕坝机械林场 位于围场县最北部 林区内属寒温带 大陆性气风气候 夏季和初秋 木耳生长的这段时间 林区的气候湿润凉爽 温差可以达到15摄氏度左右 而在木耳子实体的生长过程中 明显的温差 不但有助于木耳子实体内 营养物质的积累 也有利于长出厚实的耳片 这里边装的就是有木头是吧 对木屑 主要成分是木屑 还有一些杀鸡果糠 这个就怎么看不出来 哦 就融在这里面 用手一碾就开了 嗯 那这个就是直接装进去 装袋里就可以了 不可以装好袋之后 我们要经过这个 十个小时以上的 那个长压高温灭菌 哦 还要灭菌啊 对 要把它这个木屑里的 一些杂菌都被灭掉才行 因为那个木耳这个菌 菌丝它抗杂能力很差 嗯 灭菌不彻底的 就会这个造成损失 孙师傅告诉我们 其实想要进一步保证 木耳的品质和安全 除去在环境上 要符合有机产品 食用菌栽培的国家标准之外 菌种和带料的选用 也不得马虎 做放心农产品 是他从事木耳行业的初衷 虽然到现在 也没赚到什么钱 北京的房子 也被自己卖了出去 但是一直没有改变他 做优质农产品的决心 离开林区 跟随孙海龙 我们来到了他们的木耳晾晒区 这些木耳是什么时候 就是咱今天早晨摘的 你看这种小的薄的 都已经可晒干了感觉 这个干了 那这个晾晒有什么标准没有 什么算是晒好的呢 找一片多的 这个 对 这个就是干的 你看 你听那个声音 很清脆 对很清脆 把它摸起来很硬 各手了 对对对 这就可以收了 孙海龙告诉我们 由于这里光照比较充足 晴天比较多 所以他这里的木耳 一般都是采用 自然晾晒的方法来干制 晒干后的木耳 还要经过质量抽减 只有合格后 才能按照有机产品出售 了解完孙海龙的 木耳种植基地 天已经黑了 孙海龙特意要留我们的记者 在这里吃顿晚饭 并为我们推荐了 一道特色吃法 酱油蘸木耳 我们的记者也很想品尝一下 产自这里的木耳 究竟是什么味道 酱油蘸木耳 最简单的 是我最拿手的 哎呦 真不好意思 嗯 这个和我平时吃过的 这个凉拌木耳不太一样 这个能吃到 木耳的一种清香 而且和这个酱油的比例 混合得特别好 味道特别好 最能提前原味的吃法 嗯 孙海龙说 发展农业 让他更加懂得了 生活的意义 但是亲戚的支持 又让他更加珍惜 眼前这来之不易的成果 一路走来 尽管非常辛苦 但他会一直坚持下去 结束木耳的拍摄 我们的摄制组也即将离开围场 稀稀利利的小雨 让我们对围场这个地方更加留恋 踏上行程 我们把最真挚的祝福留在这里 围场气候独特 水草丰美 林木茂密 为农作物的生长提供了天然基础 当然 优质安全特色的农产品 更离不开经营者 对农业安全生产的一份责任与追求 以马铃薯生产 加工销售的产业体系为榜样 希望当地能够做出 更多的规模化特色产业 将更多的农产品推向全国 好了 今天的能广天地就是以上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的更多内容或信息 可以登陆中国网络电视台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